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 《申子智库》第32集 今集就是想介绍一种理财的方法 其实有一些idea我觉得挺好的 就拿了一本书 而因为这本书较为有实用性价值 所以我就会加上我自己的留言 就不放在好书推介那里 就放在《申子智库》那里 所以即使是一本书 我都会把它放在《申子智库》 而不是在《申子智库》那里 那今天想介绍这本书 大家想起来 我讲的东西通常都是文学 或者是一些人生智学的东西 但今集有点不同 也不是说秘谋论 就是说这本书是一个 公司留不住那些钱的真正原因 或者我显示一下这本书 作者就是一个日本人 他就叫做江本市郎 江本市郎他是个什么人 其实他自己是做consultant 他当然以前是做过生意 但是生意一路做下 他曾经试过做到三间公司的社长 可以三间公司 但他理财是很独特的见解 而你会觉得 为什么你会找一个日本的作者 去写一本书 似乎有点out day 但绝对不是 因为大家留意一下现在 很简单 香港经历过这个 以前有一个流域的泡沫 Bubbles 一早其实日本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 OK OK 科网 那个股爆破 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 反过来的就是 他的经济 曾经在八十年代 有五 即五零年代 五年代 一直踩上去 经历过世界大战打号之后 日本经济很奉猛 有去到八十年代 和九十年代 后期突然爆了 很难起死回生 他们习惯了 当年黄金时间 但金飞食日 但反过来的我国 我国的经济 就由以前较弱 我记得以前 人民币是一百元港币 才可以换到二十九元一五米 那时候很糟糟 那时候是黄金的 金价每一两 都在说 大概是千多元一两 所以那时候 每个都带到珠光保气 但是金价 后期金价突然飙升 有经历过很多 尼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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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价突然飙升 那些人就乱了 家里有金价是买了 因为他有钱财 那后来呢 猜不到的事 就经过大妈在抢金 月潮 然后呢 又突然间 就挖到他很高很高 那现在就是 那后期呢 就 开始呢 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就开始 现在 中美贸易战 那这个贸易战 都打得很激烈的 这个贸易战 就其实不是打 真正的贸易战 其实已经是打 总之如果 很多人都会跟我说 就说 喂 楼市怎么会倒 有 demand demand and subscribe 怎么也有人要 我现在不是唱淡 我是唱淡 我亦都不是什么 经济分析师 但是你要想到 一样东西就是 当如果那个货币 体系是受到冲击的话 一下子打下去的话 那货币一打散了 那这个东西就跟着 来说的了 那譬如说 市面上 也有不同的分析师 其中阿Kim 也有个位 阿Kim 也是某一位分析师的fans 他专门说些东西 就跟人不同的 有两派学说的 一派就觉得 其实 大家都在说 一派就觉得 股票升 楼市就会升 股票倒下 楼市就倒下 是跟着股票走的 有些又跌回来说 不是 是应该楼市升 股市就会升 楼市倒下 股市就会倒 这两边就 见仅见智了 看你买哪一套 但是经济上 在财经学上面 也有很多高手 炒东西很棒的 但我也有一些 是圆学高手 也有的 很多时候我发现 很多圆学高手 他们本身的正职 都是这些炒家 也有一些 你猜都猜不到 很多时候我都会 看到 例如阿Kim去看 找一些圆学的书 以前 很喜欢泡书店 我说 怎样呢 撞到一些 通常的书有 大家会见到面 行圈几句 慢慢的支持 很多都是 有些什么 包括有尊人士 有医生 有各方面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去的诊所 他们摆了不同的 风水格局 是他们自己摆的 你会看得出的 一进去 这些就是 这些题外话 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 为什么要拿日本来做什么 因为现在似乎 一打开某战 其实我觉得 虽然你不可以说 香港会受益 但是我可以说 短期内 其实我们多了选择 因为很简单 出口不了 中国有多内地 有多中国产品 出不了 美国 或者那些 你知道欧洲那些 经济都不一样 又丢了 铛铛铛铛 很多时候 现在可能就是 就是说 香港打主意 就会在香港就笑 那变得很简单 因为前一段时间 土耳其出了市 那些货币 贬正 那你立刻 你发觉 如果有土耳其出产 没有发过 就立刻丢了 就这样 比起以色列的价钱 便宜了很多 或者各方面 你发觉很多东西 你发觉这段时间 吃水果便宜了 你去买一些东西 年三 我昨天有时在街上见过 不单见到店铛铛铛 除此之外 这个零售业 已经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 由于现在 还有那些所谓的农历七月 即七月份 比较整 酒店热 其实已经是暑假 暑假尾声 正常来说 大部分人 都会陪小朋友去旅行 所以说 是会整 不过就是说 首当其冲 零售业 一定是 不看好 因为他们现在的衣服 大家会看到 我们走出街 见的衣服 全部都是30元 20元 你会问 Kim 你在哪里见到 是不是在山卡 不是 中环也会有 甚至很简单 在港岛区 很多 就是銅鑼灣 很多地方 都买到几十元的衣服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何20元可以买到牛仔褲 Kim也买过一条 20元一条 都挺耐着 都可以穿两三年 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他说 他的衣服 就是在一些 斯里兰卡 南斯拉夫 那种地方 做 做完之后 他就一吨一吨 买回来 买完之后 一吨一吨 买回来 然后每件一件一件 拆散来买 每件买20元 他会赚到锁 你想想 一件事 在经济学 现在大家都是 要痴不要火 很多厂 国内的厂 很多时候 拆了很多货 现在就 在某些之前 他们急急地 拿几个货柜箱 运走 拿了订单 才是这样 接买的 大家不要忘记 一件事 其实来香港买东西 很大部份 有些 所谓的 国内 一些太太 来买东西 来购物 来购物的人 很多时候 他们的husband 都是一些厂家 或者很多间厂 的老闆 你想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经济一打 他们的经济 无论如何 都会受到一个挫折 再加上 前一段时间 你看到 新闻说到 有些地产项目 在国内 因为他们不停地建 不停建 不停建 令到有一个情况 就出现了 就算说 曾经有一间 我不想透露 那个是哪一个 发展商 建了那些楼 就因为里面 建筑的物料有问题 整栋倒了 很多时候 人们就开始买楼 心慌慌 买了那些楼 急急起来 都不知道会不会倒了 这个我不是 这个 不是在陰谋论 亦都不是 对中国有什么敌意 对我自己的国家 只是我想说 这件事情 任何东西 太过于急 就必定有些东西在做楼 一急就乱了 乱就出事了 你说建了那些楼 倒了 不是只有国内 说真的 以前印尼 某些马来西亚 某些物事 整栋倒了 五星级酒店 突然间整栋倒了 不是海啸 是突然间倒了 那很多东西 就会令到 投资者 或者是一些买楼的人士 都会 却步 很多人 就会投资 物业 市场 资金避难所 就会去到 譬如说 其他国家 譬如说 英国那些 这些 每年都会有10%升 但是 现在又要看短期内 去脱欧 即是 欧盟那些 可能有些问题了 那美国 打贸易战 其实现在 中国基本上 很多 以前 大部分的债券 很多东西都是由中国 美国 好美国的债券 但现在大部分 都已经撤走了 变成了 美国现在拿的钱 都已经是 他们本身 要拿回 后面有几间 大型的 就是 你知道 外资的 离不开那几间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知道 大家想知道 我哪间 其实很容易猜到 就是 那几间大集团 就是 仲和银行 差不多 那么大 尺寸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看看我 那个假货币 那里 尤其是宋冰 那本 他翻译了 那本書 叫做 Currency Wall 货币 货币 战争 那本書 有很多 很多 很多 黑幕的东西 那今集 就想看 从日本人 不多不少 我们都觉得 经济起飞 有少少 现在 打的贸易战 在经济上 制裁其他国家 有少少 类似以前 日本的翻版 但当然 KID不是说 我国会似的 沦落为 好像日本 那样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里是少少的 但今天讲的 topic 就是少少 令到 原因是 为什麽呢 我之前开了一集 向这个 759 阿信奥 那位 林伟俊先生 致敬 之后 都看到 零秀业的市道 现在真的 比较差了 我相信 都会有些关门 那些东西 类似加拿大 早很多年前 资密兜共人 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觉得 现在的货币 还有很多都是 现在的假象 大户 杀小户 杀几宗 再杀 首先杀牛蒙 然后就一直杀 杀下去 然后升下 又跌下 又引你们买堆 然后就是 一二三 一两一 好了 今次呢 我不想说这些 因为这些 我相信 外面有很多 经济分析师 大家会唱的 有唱淡 唱旺 有人 手上有很多货 就唱旺 那些货 去完就唱淡 到要入货 那时候 唱淡 然后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 很简单 那大家 如果手上有cash 或者有钱的话 最好就留在那 留住先 就不要被秘密 你懒 等遲点数便宜 OK 但是看清楚了 因为有机会便宜再便宜 那很难印 很难做到一件事 就是高位放 低位 就是低位 低位入 这一件事就比较难 总之 倒下来倒下就算了 OK 那今集呢 就想说这位 这位人士 这位先生呢 他有个中年人士 他就教别人 如何去省 令到 为什么公司做做下 就会蝕的 有些一路蝕一路蝕一路蝕 一路蝕 蝕都不肯折的 就是不肯劫热的 有些呢 就用少少钱 就可以做到 一路搞到上市 搞到什么 原因 就是最近我会开始说这些东西 因为Kim 遲些都会有两个project去做 也会有可能 就是帮公司搞一些上市 或者一些东西 那变成都会比较忙 少少 可能 这些节目又会不会那么密 不过不要紧 Anyway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 也希望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 遲些可能我会分得清楚 每一个频道里面 是放不同的东西 就每一个频道里面 放了所有的东西 那可能有时你们会觉得 如果我订阅了 你这么多频道 有些频道重复了 我会看多了 不要紧 你主要是 这个频道 你现在看的这个频道 就订阅这个频道 好了 那讲这本书 这本书当然是很 你讲的历史 已经很久了 是06年 那你觉得 Akim 你傻了吗 06年 现在多少年了 现在是2018年了 2018年 06年 讲的是12年前的东西 还有用吗 你一定要这样问我 这本书应该还找到的 那我首先讲讲 那我和作者 他们有什么来看法我们 这个作者的意见 作者因为他后期 开始就做顾问 就帮一些企业 就说一些 就来收拾那些 他不停地开班 开完班 其实现在很多讲者 分析师都是这样的 先开班 建立形象 然后就自己 建立一个权威人士 一个显示 然后就开始唱 唱淡 唱什么 就做一些 讨论的工作 然后就可以有一个 转换 或者身边有一个 connection 到处去演讲 很多 甚至可以看到前新闻 就是一些报道员 主播 那些 就是出来 他们都自己出来 搞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看到 搞外交 搞PR 那方面的 那好 那这位 这位人士 他后期就做了顾问 就专门 帮企业 转规为营 他就说到 尤其是他要将 中小型的企业 转规为营 根据他以往 就有几个东西 我阿Kim 我看过那本 有些点 我觉得 都可以考虑一下 值得去想一想 我就记得他出来 他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 他根据大部分 他就说 其实 在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比如说 四五十岁这十二十人士 基本上就是 我们以前前辈身学的东西 除非你是专业人士 譬如说 你是医生 你都要持续进修 你做开那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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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很难转型 除非你转 皮肤科 什么 除非你转行 转营酒 你做一些医学美容 或者护肤品 不然你都很难 你学了的东西 其实很难 是继续运用 现在的社会 因为现在的社会 是旧那堆我们以前 在学校学的东西 完全运用不出来 没什么用的 真的 以前我们出来 很简单 一个妹妹 我记得我出出出来 可能是十下十下 也有三万元的薪金 我记得 但现在你看回那些人 就是出来 可能拿着很多学位 他们都在拿一万多元 就是说回来 反过来 可能你一个很年轻的妹妹 在Fundance做前台的 都可能就是拿着马尼文 真的 因为问题就是 他们真的需要一群年轻人 譬如想想 尤其是旅游业 酒店业 一定需要一些很年轻的 你地勤那些 就是说真的 你空姐都特别要漂亮 美女少少少 才上到没飞机 说真的 你做老少少 你都要下地勤 好了 他就说到这一样东西 我记得 他就说 以前我们过往学的经验 或者学的学识 在今天 未必真的完全没有做 有很多东西都是 没什么用的 就是 学非所用 用非所学 我们现在正在用的 就是靠我们自己 现在一路做 一路做的经验 跟着市场转型 就是要这样做的 反过来 就像玄学那样 个个都是玄学 玄学 玄学已经很多东西都水尾了 就是说了一样东西 好了 再说回 他又说了一样东西 他在明治维心那段时间 土地是基本上没有人要的 所以大家在想 明治维心 如果我读过历史 就算没有读过历史 都知道我在哪个时代 他就说 当时要怎么样呢 政府是要给一些米局 送给一些人 求那些人 快点要我的地 要我的地 帮我们耕种 是用这个方法的 没有人要地 因为有地就麻烦 不要地 但是现在呢 每一个人都觉得 一样东西 一定要有地 有地 即是有家屋 因为家屋会升值 有家才有钱 你赚的钱 永远都追不到市价 我也有见过很多banker 跟我说过 师傅 我自己还没上车 怎么办 的确是很难的 真的 如果你说现在 上车那一代 除非你是 爸爸妈妈上一代 帮你付首期 或者怎么样 你再供 又或者他们之前 有几栋楼去拿手 因为你想想 到我出来做事 那时50万元 已经可以做首期 买奥海食物 你想想 还有一些叫摩火 摩完又可以 转头一个星期 转头抹掉了 又供都不用供 转头又赚 10厘20万 不用做的 再不是的 再早期的 甚至乎排队党 我记得 你去排一个通宵 拿着一张丑 买个楼花 那张丑 都已经可以有几千元 跟现在的人说 iPhone 排队党也不同 好了 他就这样说 现在的人 一定要有土地 才有钱 为什么 但是 他们 有一个事情 因为要解决住的需要 所以他喜欢 尤其是日本的住人 因为他的税率 他们情愿 那些楼价 那些楼价很贵 他情愿租屋住 但租屋当然 要付一年的钱 还要付保证金 那些楼价 所以他大部分人 都是租屋的 东京 更贵的 那他们就是说 不想一生人去做楼奴 一旦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打算 真的有一层楼 要做楼奴的 假设 如果我现在 老实说一句 真心话 如果阿金自己 现在是没有地方蹲的 你住都没有地方住了 你叫我去买一层楼 我一定不会 我情愿买个帐楼 或者买一部车 到处去找一部大小小的鞋 可以日日搬屋 日日去不同地方 直接住在里面 算了吧 我觉得 不值得了 我觉得 那日本呢 他这里讲过 日本呢 自从1955年 去到1992年 他日本的GDP呢 是升了50倍 是50倍的 那所以你想想 那时候 你可以想想 他们那时候 花钱是多么富贵的 那好了 那他又讲到另一个问题 那这里讲楼 那他讲完楼 他讲做生意 那做生意 他就说 为什么好的商人 是永远赚不到钱 那名奸商奸商 他说呢 原因就很简单 以前 那些人走工厂 做生产商的 他说 好的生产商呢 就会什么都没什么所谓 就是很和气 那本来之呢 那些生产商就觉得 得罪这个 有比ABCD那么多 如果A客人没那么严 就随便给他一些货 B呢 就很麻烦的 那就是你特别要麻烦 就是特别要 他的东西呢 大家都收同一个价钱的 不过做他呢 那些东西是特别难做的 但是 那你不是只靠A的客人 那你当然希望 钱当然希望赚多一点的 那对老板来说 有A 如果B过来 那B如果做到的 当然做过去 如果C如果做到的 也是做过去 那我记得 那Kim呢 我记得呢 早年呢 我也曾经打过电子厂 工厂有些工的 那当然是office office是香港 厂是国内 很多时候都知道的 比如说 帮一些日本客人做一些东西 比如那时候拿来做电子 那时候呢 那些就是说 我知道那个 他们有个URA 就是要看一下多少个 就是fail 要QC 嘛 比如一千件里面 比如每一百件里面 我记得呢 就是说呢 普通来说 比如韩国呢 对付韩国客 你需两三件 没问题的 OK的 但日本呢 那就惨了 每一百件呢 你的QC呢 他要pass的呢 只可以需0.29%而已 那你想想一样 就是你差不多要一千件 你才可以需两件 才叫做可以接受 OK 如果你多过这个数字呢 Sorry 下次那张单不给你了 不找你做的了 那所谓的 那些人呢 大家其实都知道的了 就是都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 比如说 就是这里 踢拷一点点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 譬如有些 product的 很多时候是告诉你 这件茶斌 你问那个sales 或者问他们 在哪里做的 你问你都多余 他们很多时候都说 你看这件日本货 这件是韩国货 这些首饰是韩国的 这个是日本的 行什么 个人有什么本质 其实大部分 我告诉你 大部分 就是有些 除非很少量的 那些买到很贵的那些 你想想 就说 去到万多元一件 珠耳繩那些 那些就是外国 就是一条 一两条 的东西 买款 的 但是如果你一般来说 外面所谓的 韩国货 日本货 其实都是大陆做 都是大陆厂做 只不过 是经过日本人去QC 他是经日本买 他又拿回日本了 生产就自然在大陆厂做 好了 做完之后 他去QQQ 他会每一件看看 他的Quality是怎么样 很严 很严的 所谓他们说有厂 其实有什么厂 这家厂就是他的 他只不过扔出去给厂做 那做完之后 那就QC QC完之后 可能其他有些 就比较 没有那么严 所以货 就没有那么美 就是Quality的质数量 会那么高 其实他们 注册当然是 他们自己的国家 但是有时候 他不同食物 要讲到 Country of origin 有这样的东西 好了 那这些题外话 这些是King姐 一路做事的心得 好了 他就说了一件事 他说因为 这些好的生产商 就是好的一些商家 他们就比较好相遇 所以QC就没有那么严格 那变成了 那些东西就比较差 就比较去 但是对于一些 很严格的人 来说 这些又撩 那些又撩 那些又撩 我记得我以前 有试过做过 Trading 有些客人 他可以给你一个 很便宜的价钱 要求你 要做一批手袋 那批手袋 只是普通牌子的手袋 但他要求Quality 要去到 好像LV 名牌 要去漂亮 他就是很严格 他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所以变成了一件事 他就说了 如果你做生意的人 你是不能流走 一滴水都不能流走 要乞薄 还有一件事 你QC一严格 就会被人批评 你是很严格 你如果污寒到一滴水都不能流走 他就说你是小器 小器鬼 他说一盘生意 就像家庭里的收支一样 就好像要做到企业的东西 动业不及的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 值得钱的话 所以他说很多时候 一些企业穿得很成功的 通常都是被人骂的 骂得爆的 就说他很沽寒 很刻薄 他就说他做生意 他就要学三楼的 就不做一楼的 他说千万不要做到一楼的 一级的 为什么呢 他有这样解释 他就说 三楼的公司有什么分别呢 三楼的公司就说 那些东西坏了 不肯定会 用得是用 省得是省 总之机器坏了 不会继续用 继续用 直到它坏了之后 如果有得维修 也会维修 维修到真的没有维修 才会丟掉它 有些东西 他当然计过 他说 用得一天就得一天 那还有一件事 永远都不换 这些三楼是很偷旗的 还有老板 永远都不会去高级的会所 去social 不会去浪费这些钱的 也不会穿名牌西装的 穿到深光颈领的 不会浪费这些钱的 他说 根本上你见一下 别人相信你就相信你 不需要浪费太多钱的 不需要展示名牌 带一张标 展示码头 或者带一张手袋 或者不同的东西去展示 他说 当然了 这个就不是财经界 如果你做金融 这方面当然不合理 如果你做 譬如你做ibanker 或者你做什么 你搞得寒寒酸酸 对鞋又破坏了 标又破坏了 然后衣服已经破坏了 你都不破坏了 你都没什么 你连房子也不破坏了 你都继续穿 就死定了 好了 他在这里说到 还有一个 他说资本主义 就是一种 他说的一个字 是虚取 他说 他虚取 其实就等于 压榨 压榨 不算稀榨 是合法地压榨 合法地抹榨 那日本呢 他说的日本 日本平均一年 原来他们有 125天的公众假期 就是honey的 那你记住 公众假期 继续一路要给开支 那如果一路要给开支 其实你一路都在给钱 但是imagine 我们大家都会想一样 譬如说 你玩一本生意 就算我们work Friday 只要做5天 5天 很好啊 员工很喜欢帮你打工 因为你花5天工之后 sunday 可以去玩 再不是的 如果遇到星期一 又是红日 也可以去旅行 买了机票 例如去哪里飞楼 大部分的年轻子女 都会这样做 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你就会想一件事 就是 喂 我就会想一件事 星期六天 如果我不上班的话 我也要给交易租 还有你聘请那些员工 你一样要支付他们的薪金 灯油水垃粉 一样是要照给的 OK 你不会说那天是不扣你钱 不可能的 你订阅一个 譬如一张电话 你的电话就算没人打你 也会付钱 你的电线你不用 你也会付钱 就是说真的 那这些就是 那他就说了一件事 有些公司 就说很喜欢去省的 省了些什么呢 就省些文具 那他说呢 去省文具 就反而有个反效果 他们加以利用就是 环保 用少些纸 一张纸 我就最不环保的了 我就应该写一面 就不写一面 OK 那然后就碎了 就碎了 或者撕掉它 我后面也不写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把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 例如拆掉它 然后后面再写 就很乱的 有些东西会搞乱我的东西 所以我情愿 就是 你骂爆也好 怎么也好 我就是一个不环保的人 因为我觉得环保 真的不是人说的 因为始终 搞到现在 今时今日的地步 是因为人口 一路越来越多 即是 去切mpfen 先把森林痕 墓了 溶码 洗了 人越来越多 你 即是าก楼简单 你就和我说 你不要用手匙 不要用手匙 OK 抹汗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你不عل button 你怎么会 你不是习惯 您将保佒 combines 你的手匙 retain 你的手 blonde 你 finalement要把忙 你也要用碾液去洗 你洗又不是不環保 那你告訴我不是喔 我用的是環保的liquid 但是環保的liquid你也用了水 你也用了人類物力 所以你結果算起來都是什麼 尤其是很多人說用購物袋 用一些環保袋 其實有些人用環保袋 有些人用一兩轉就砍了 有些人潔癖的嘛 覺得環保袋用得蠻骯髒的細菌 那你想想,砍一個環保袋 所以等於 消耗至少25個膠袋 那你想想一件事 哪個才不環保 那他就說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 你要做management 你要用這個或者是老闆 你要幫老闆的限制 HRMO用這個方法 我這集開完一定會被人罵爆 但言論之後 你喜歡聽的就聽 他就說了一件事 會被人罵爆 因為你越節約 文具那方面會反效果 反效果是什麼? 令到士氣下降 除非你是 除非你的業績 除非你的業績 長期要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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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所以你就繼續這樣省 一邊吊著一條命 就像跟賭錢一樣 那種玩法 那你就去省這些錢 否則是沒什麼用的 我記得我曾經說回我自己的經歷 我曾經有一次試過 我記得我以前打工的時候 有一次跟老闆 用我寫個電話號碼給他 我找不到這些 小小張的記憶 我就找不到 因為被人很快用完 他們有省文具 拿了一大張A4紙 那時候 因為吉吉腳 因為我服務的老闆 都覺得 給你兩秒鐘時間 或一分鐘時間 立刻就要你搞定這個問題了 就是multi-tasking 他不會容許 是一些 通常 我都不知道 我遇到一些 我服務的老闆都是很急 很急 你慢 慢十秒 電話已經響了 立即 intercom 就已經 洗禮了 所以是深方方的 血糖都會升高 那怎麼樣呢 我就急急腳 我怕他老花看不到我的字 又要寫得很整齊 我大大隻一隻 整張紙 寫了幾個箱子 寫上去 我又沒有撕開兩邊 分開一塊塊 我被他罵到 被他罵了差不多 真的罵了很久 但是 他當時說 你怎麼這麼浪費 寫個電話號碼要這麼大張紙 當時呢 那 當時呢 我自己是 我自己心裏面想 就是 我心想 一張這樣的A4紙 其實算上 都不用過幾 都不用一毫多紙 一張這樣的 批發 即不是批發 是普通這樣的 retail 一張這樣的 memo 紙 在說 是這樣五毫子 挨著 三毫子至五毫子 師傅 師傅 你找那個 supplier 當他三毫多紙 一張 那你要想一下 所以我真的沒有想搏他 不過他始終是我的老闆 所以我不敢搏 OK 所以有些事情 我覺得就是 所以到今時今日 如果我自己 我不在乎 我的員工 究竟是拿了這樣的字給我 還是拿了這樣的 memo 字給我 I don't care 最重要是他做事快 廢而準 OK 好了 之後他就說 尤其是 他剛才那個任興 那個日本顧問 他就說 尤其是公司大力去折省 搞到 有些公司 我這裡不是得罪人 我也知道 譬如有些幫助 譬如說 潮州福建 或者某些 他們是很折見的 OK 折見是一種美德 但是他們 我曾經有聽過一些 case 就說到 有些朋友 身邊的朋友 你幫我來的老闆 但是他們的老闆 就是 潮山一帶 就說幫我OT OT已經沒有錢了 你記住 然後他就說他浪費了電 那 這裡就正式 正正就是 那位日本人兄 那位 顧問 他就說 如果公司大力 說要省電 Lunch hour 關掉這單 或者什麼什麼 就會令到工作效率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人會願意 在烏燈黑火的公司裏面做事 這個 這個 以一個懸含的角度來說 也是 你這間公司搞得黑 你隨便玩設計 如果不是 玩一些設計 或者玩靈感 或者做一些 fine dining 餐廳 誰想知道 蠟燭很romantic之外 否則的話 你不會在辦公室 不會烏燈黑火 黑 不過 就已經是 你看到外面 已經黑黑黑黑的 下雨 你不可能 不 燈火通明 那 他又說了 一件事 我又很buy 那 就 因為有些東西 我自己都用 他又說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看完 我就覺得我很buy 那他就說 他就說盡量 那間公司 就盡量不要用到full time 因為full time 你是 keep住要備 keep住要備 但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說 尤其是現在中美貿易戰 很多時候 現在你 你不要想著預期 你一向賺開生意這麼多 一路會這麼多 甚至會上升 有機會 一聲向下 或者一路會這樣 所以 你最facable 就不要擠這麼多full time 但這不是叫做裁員 最好就是 full time 你是要有固定的 但是你盡可能 就盡量用一些freelance freelance 方面 你譬如一些 譬如一些 譬如保險 或者有一些 你可以去省一些東西 因為他躲在家做事 你不要叫他出街做事 他只是坐在家 在那邊 按住補充 那樣 還有一些就是請些part time 那part time 又會有些不同的 那 那 這件事他鼓勵的 那他呢 還有一招 很毒的 我真的覺得是很毒 為什麼我要這麼說 他就說了 我看完我就覺得很 挺好笑的 這件事 跟大家分享 他就說了 他就說了一件事 他說他已經是三間公司 那個社長 社長大家也知道 已經是這個CEO 好了 那他呢 他買車 他要買一些很耐用 用完可以再用 然後再弄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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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弄 我想差不多可以去到油開車那些 柴油車那些 那他呢 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呢 因為這些 你還要 大家好像 或者我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大家就會明白我還有什麼 他就說到他這裡 他就說 那部車分期付款 那比如說工四年或者五年 那他呢 他呢 每期每期都給 那但是你知道 有些車很快就玩完 譬如那些日本車 這樣 那加上我 譬如我這些人駕駛的話 就是不疼愛的 駕駛駛駛駛駛駛駛 三次年就玩完了 那歐洲車基本上 都可以玩到十多年 就是可以 還有一用我通常我喜歡用新車的 那他們 那他就說呢 他會買一部就是怎樣 新車 但是呢 就是很耐用可以用到十幾二十年的 那在日本的國度裡面 就是日本的政府 就有一些舊的車 政府會資助他 會給錢他資助去做一些東西 做一些東西 不要放出一些 排污系統啊 或者怎樣怎樣 就是一些subsidize 那他就去拿這些subsidize 去繼續用 那他就說 他不介意別人去看他 他說其實他也駕駛過Benz 駕駛過名牌的靈車 他說他不是買不起 不過他說他喜歡用一些老爺車 一些很舊的 他不是說那些古董車 他一直用用用 他說他不在乎客人怎樣看他 他說總之他就可以很省 把錢又可以省起來 但有些老闆一賺到夠錢 他馬上就去買一部名車 所以他說如果你真的想留著錢 是不應該走這條路 到時你買了一部名車之後 之後就公餐死了 除非你一手個都給了 但是你一手個都給了 你的錢又落了一部份 他說 還有一件事 譬如日本的稅制很高 有些國家的稅制也很高 那你又要想想 當你賺到一定的錢 你想想想 雖然要搞移民、投資移民 或者其他東西 就要去避稅 這個是他說的 另外他就說到另外一部份 這一部份 我相信和香港都很接近 他就說到 他說在日本 有一班 例如在東京的市區工作人 市區工作人 上班一族 如果用廣東話來說的話 他們有個問題 就是說收入比較低 但他們的開支是非常之高的 為什麼 收入很久都不會加薪 但通貨膨脹 不停地通貨 譬如說 你在東京 很多人都不會有保護車 我相信很多人都要乘的士 的士 每個九點鐘 又要加稅 其實跟中環都差不多 如果你是中上環上班 或者怎樣 你的薪金不會加多少 老闆不會加多少 最多的幾% 難道加50% 加100% 被你傻了嗎 那變成 他們很多時候 就是說 還有一件事 他們要穿得很Fashion 很前衛 穿得很型 OK 一有辛苦 New Arrival 那他們呢 又要做一個很cool 又要戴著名牌 那我很要面子 要看 要 同事之間 大家 你做什麼 我戴著再貴一點的東西 你戴著Lower 我戴著什麼 我戴著Peddy Phillip 這樣 OK 那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你的開支會大 其實你的收入是很美的 他說這班人才是最慘 他說根本上是不平衡的 而這裏 這個idea 其實正正是引用了索羅斯的idea 那還有一件事 就更好笑 這裏大家當笑話聽聽就算 那他就說 他因為他自己賺一盤生意 他說 永遠把這些樓 還有一些資產 如果用自己的名字 是自己擁有的東西 把這些名字轉給太太 因為預了有一天自己會破產 或者公司會被清盤 但是呢 又會面臨另一個問題 很容易猜 婚姻破裂 如果婚姻危機的話 突然說要離婚的呢 那時候就很慘了 如果自己破產 或者公司要清盤 然後把所有的資產已經轉了手 那當然 好像在香港這樣 當然就不會是前三年 破產前三年 或者清盤前三年 因為他還可以trace到 有資產 就是access tracing 但是呢 他就一早做好這些事情 甚至乎你厲害到 但是我覺得 可能他沒有想到一件事叫trust 其實他可能會trust 不過我想日本的法例 可能trust 都可能不會在稅務 那裡也不太划算 所以他才會這樣說 這個當時我一聽就算了 那之後呢 他就說 他說呢 千萬不要隨隨便便 賺到少少錢 那然後呢 就馬上跟公司的下屬 立即在公司裡 搞一些 搞一下去旅行 全體旅行 公司旅行 或者一起去全體浸溫泉 這些搞得挺搞的 這些娛樂呢 雖然 你看一下 比如保險業界 或者金融界 他們很喜歡 玩些teamwork site meeting 在哪裏 他們很喜歡做家村舖的地方 大家在那裡開會 嘻嘻哈哈 大家搞好整個團隊的關係 大家一起跑數 他們很喜歡做這些 那譬如這裏呢 他就說公司 就是絕對不應該做得更多的 因為呢 你譬如說 就是 我想中國傳統 就是一些叫村民 大家一起吃一頓飯 或者好像一般來說 有些anadine 每一年吃一頓飯 這些都是很純粹的 但是他就說 就千萬不能夠多 因為這些多 一多 就很快就出現 由轉型為規 就會出現赤字 就會出現赤字 那這裏呢 這裏呢 即是 他 即是 他講到的東西 那 那 我看有沒有他的東西 還會漏 那他又說到 還有一樣東西 他說他自己呢 是四間公司的社長 剛才剛才這樣說 他駕駛一個很漂亮的車 可以去show off他的身份 但他依然呢 都買了一部 然後呢 用了十二年 即是他買了一部 日本的 當然買回日本貨 那 我相信現在 國內人士 有些都不再買 就是 德國車的了 都開始買回國產的了 現在用的電話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就開始支持自己無家了 我相信未來都會是這樣的 因為那些東西要開始內銷了 那他呢 講回這裏 他就說 他用了那部 他用了十二年 他說呢 為什麼呢 他都不知道多好 他說比開一部漂亮的車好 原因為什麼呢 他說呢 第一件事 不用洗的 連清潔費都不用 就是我們以前開開車 你懶得洗的 你不是住在山卡 例如洗河外那些 可以弄著水喉去 或者有一個工人可以幫你洗車之外 那你通常都不懶 那每次有塵 因為你要見客 他有一個方法 就是 你一般在市區 你都去洗車 那些機器 那部這樣 那裡會殺你差不多 就是以前 阿Kim那年代 就五十元左右 現在我想 起碼到 去到一九水 八十元便宜 也要這樣 很快 幾分鐘 但是你都要排隊 那他更厲害 他說洗都不用洗 還有一件事 他說 被人碰一碰 開花了 就由他了 不用煩 那還有一件事 他說 有些人 可能會用他們的眼光去看他 唐唐一個老闆 駕駛的車 都駕駛得這麼差 他說 這些他們喜歡這樣想 就由他們來想 隨便他人掩淋 他說 總之他自己做事 就是他自己的方針 這位日本人士 是江本士郎 在日本是很著名的 他一直幫很多 這些中小企 轉規為形的 sorry 他一直給了很多想法 一直這樣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那麼多 希望這些ポイント 對大家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希望在接下來的 中美貿易戰裡 大家無論是炒股票的也好 營商的也好 中小也好 或者打工的一族也好 都希望一切都是好好地度過 那今集多謝大家收聽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